郭文貴議員 針對你今天的專案報告 其實我個人認為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針對台北市政府現在的態度跟心態 我倒覺得有些事情你可能要處理一下 請問一下我們的副發言人是幾指等 我不曉得 時間暫停 副發言人會有幾指等我不知道 他是紀要任用我不曉得幾指等 九指等嗎 我不曉得他是紀要任用 但是我不曉得他幾指等 好啊 那紀要任命的話 以局處所長他是九指等的紀要任命 不一定 對 不管啦 薪水最起碼五六萬六七萬起跳 你知道說你的副發言人學姐跟魏佑任 在粉絲團成立了以後 要對外公開宣布參選市議員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會那麼快的宣布吧 他已經宣布啦 粉絲團已經宣布啦 有嗎 喔 你現在是在政策的 還是在 沒有啦 他們都還沒搞定 他怎麼知道都會參選 旁邊這個是叫魏佑任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在粉絲團成立說你要參選議員 粉絲團上面沒有宣布要參選 那有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現在都是按照黨內的制度去進行 按照黨內的制度去進行 黨邊 黨內的制度吧 那我們現在的身份還是副發言人 所以還是以公職上面的工作為主要的一個資訊 好 謝謝 你可以請回來 市長 林詹宇已經辭掉副發言人了 他要選舉 陳思宇已經請辭掉立法院的助理 因為他要選舉 現在學姐跟魏佑任擺明的所有的人都知道 一個在松山新義一個在士林北 我看不一定 我現在只是要告訴你 台北市政府是一個訓練年輕人的好地方 但是如果真的有意要參選了 我今天會這樣子問 當然也有記者在問我 我也很好奇的 你要參選的是不是要辭掉公職的人物 你的這個所謂的約聘也好 你市政府的一個工作 你專心去選舉 不要拿著市政府的資源去當你本身的籌碼選舉 我個人認為 市長 你身為一個民眾黨的黨主席 這事情要稍微管 社會觀感 你只要讓年輕人當表率 那如果他們真的要參選 歡迎 選舉是每個人都可以選舉的 這個問題你要不要處理一下 他們如果確定要選就會走 但是我看 大家也舉舉不定 那你以學姐來講 他擺明的就是士林北投 這大家都知道的 他只是他腹集在那裡而已 齊長啊 其實如果再這樣子繼續拗下去 我倒覺得齁 一個泱泱第二大黨 比國民黨還要大 支持度比他還要高的民眾黨 不應該左閃右躲的這個問題 我也是基於當民意代表 十幾年我好意跟你講 齁 那要算 大家都歡迎 平實力 但是不要站在我們公務機關的這個缺 領著公務薪水一個月 一年還要領個一二 一兩百萬的薪水 然後來參與選舉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 對市民也不好的 市長 你要處理嗎 沒有 我想他們確定奧選一定會走 只是我看 我看大家都在想 想下去 所有的人 包括副市長黃珊珊 包括林國成議員 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沒有沒有 他們還不確定 你還活在你那個 我的民調比國民黨高 沒有 我的支持度比國民黨高 這樣子嗎 剛才我們的秦衛諸議員講說 你的嘴巴就是喜歡 亂講話 那現在這個問題 我希望你處理 好不好 我身為一個議員 我希望這些錢是用在 薪水是用在真的有需要的人身上 有做事的人身上 好